欢迎收看标股智囊团 我是你的老朋友宇哥 那台北股市昨天大涨 今天当然高档会有震荡 开了个低盘之后 慢慢的 家居股价指数往上拉高 照理讲昨天涨了300多点 涨了261点 那外资大买377亿 结果还是能够开低往上走高 我昨天有跟各位讲 这个行情大家都开心 外资大买 定商大买 投信大买 指数大涨 外资在高档调节 获利入贷部分期货 每个人都开心 买得笑呵呵的 对不对 还有人获利入贷 连观股行库 昨天都大卖100多亿 也是轻松获利入贷 所以这个盘 每个人都开心 只不过 对于我们的投资人而言 我们的资金比较小 所以行情轮动的很快 比如说前两天 AI伺服器的 包含 微影 这个 这个伪创 这些股票 它都在整理 可是你看像今天 三二三亿的伪创 整理之后还是创新高 还是创新高 那各位你注意看 你看像 像微影 你看 外资一直卖 但问题是 外资卖 它是赚钱卖的 所以这边卖的外资 开不开心 非常开心 它在这个地方买 然后在这个地方卖 所以外资很开心 那你看 投信 也买在这里 这一坨 今天创新高 还是很开心 那最难过的是什么 放空的 张脑筋 一万多张 空头最可怜的 所以这个行情 基本上来讲 它还没有走完 那把握十二个资源则 我说高有过高 低不破低 逢黑买进 对于这种 指标股的一个操作 那另外一个现象就是 这些AI的股票 它会有一个地盐效应 比如说伺服器 人工智慧 那你AI 伺服器 高速运算 散热 甚至肌壳 那这些股票 其实 它都会轮动的 它都会轮动的 好 我们先来看 你看这档股票 这档股票是高价股 810的秦晨 这开牌没有多久 又拉到涨天板 它是伺服器的股票 那伺服器的股票 里面有很多 秦晨是做机壳的 可是你看 秦晨涨到这里 它是一个 创高 整理 然后再过高 所以 你说 你买在这个区块 你买在这个区块 你赚了就少 那你如果买在这个区块 你赚了就多 你赚了就多 还有一点 秦晨是高价股 现在涨了129块钱了 如果说有一档 伺服器当中 伺服器当中 威达来台湾的时候 伺服器 或是生成是AI 台股当中最受惠的 最具明星光环的 你能不能讲出三档股票 我先跟你讲两档 第一档是台积电 那第二档是台达电 那第三档呢 当然就广达嘛 238的广达嘛 对不对 广达今天这个股票 还能够创新高 那如果这边有一档 比价秦晨 而且 它的股价是相对低的 大家都可以入手的 更重要的是 这间公司 它是广达 长期伺服器的合作伙伴 那你觉得这个股票 它在这里 回到大量支撑区之后 会不会涨 我们不要叫大家追高 其实这个地方发动点 往上突破 然后呢 出个量 换手 量缩下来 又来到大量支撑区 这个地方有撑 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好买点嘛 你不能等到它过高 过到这个高点之后再去追 当然过到这个高点之后呢 你也不用买了 你也不用拆了 你一定会听到很多人在讲 所以我就拿秦晨的例子 跟各位讲 我说 810的秦晨 今天一定很多人讲 因为 它是最夯的伺服器概念股 饥渴 做饥渴的 请你注意 涨到129块钱 如果一档股票 是二三十块的 而且是广达 最主要的合作伙伴 除了它 没有别人 比价810秦晨 秦晨已经来到129块钱 今天涨停板了 而这档股票呢 上去量缩压回 大量去支撑 这个地方要注意 这过去其实有很多例子 我有跟各位讲 比如说像建基 我们那时候跟建基 我们买完之后 两天直接跳空涨停板 多快 9点02分 也就是说 如果假设你要去追 等到出量再追 当天9点01分 就锁到涨停板的 你去买的 你几乎都是追到涨停板附近 那么 这个地方就是你的机会成本 你在这里买 稍微震荡一下 我说我看好五月营收 有机会再走高 3046建基 所以我在这里买 615号买 买完之后 两天发动 涨停板 来 各位你看看 你的机会成本在哪里 各位你自己看看就好 至少是 至少是9% 这个9%就是 你长期下来 你每一档股票 你都比人家多个2% 3% 或是5% 那个累积下来的 即便是你买的股票是赚的 是涨停板的 然后你卖掉的 可是你都比人家 比市场 你就多赚了那个机会成本 因为你先上车 所以我想 这个部分 最重要就是 你能不能掌握领先布局 不能 你追 9% 你就付出你的机会成本 或是震荡 你这样去追 可是震荡下来 我告诉各位 可能有人就赔钱了 今天盘中过得高又压回 好 那我请问各位嘛 这个昨天融资才进去大买 融券了对不起 好 你看 这个融资 你这边买的 基本上来讲 你如果不是今天高点出 你大概没什么赚头了 可是你在这里买的 你怎么卖都是赚嘛 你轻轻松松都是赚嘛 赚多赚少而已嘛 所以我在跟各位讲 你看到很多 因为伺服器的股票 它是轮涨轮动的 所以这档 比较清晨的 压回到大量支撑区的 AI伺服器概念股 你要注意 另外 有些股票 你看像这币印 我为什么还 我为什么还 常跟各位讲 其实股票 你买完之后 让它整理整理 那整理整理这样上去之后呢 我说当它发动第一根 你是怎么卖都赚钱的 第二根 你越赚越多 第三根越赚越多 你到第四根 你赚四成六 亲爱的观众朋友 当你四天四日 涨停板的时候 你是大赚46% 你看像今天盘面上面 这些股票嘛 还有一点 今天涨到资安了 那资安你也要注意 我这边还有一档 资安的股票 AI的 出大量 量缩 大量区支撑 这档低价AI概念股 今天的盘式 各位你看看 非常健康 指数涨二十几点 压台积电 那天两天大涨 台达电 台达电继续涨 台达电继续涨 所以 这答案出来了 台积电 控盘的 控盘的 可是台达电 广达 这些股票 他们是市场上面 认为有题材的 包含 挥达 其实不只是挥达 连那个苏之锋 超为的执行长苏之锋 他在这两天 他所发表的 也是对于 AI这一块 他们也是野心勃勃 所以不是只是 挥达一个人的武林 超为也是一样 那你挥达 加上超为 再加上其他 甚至昨天 台达电的 股东会 董事长海云俊 就直接讲 他们看到 他们接到 伺服器的集单 集单 集单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要来 伺服器 大家都要来 AI 深层式AI 深度学习 所以为什么 3661的四星KY 昨天能够创新高 那创高今天震荡压回 这涨多的压回 这个很正常 重点是 四星这个 1000多块钱的股票 创新高 它所代表 是一个趋势 所以低价的 AI概念股 在这里 也是值得留意的 所以这个行情 我想 主要还是围绕在 伺服器相关的 那么 职安软体的部分 有些股票 你看金层涨上来 这个资安软体的 另外还有一些 这样子讲 好了 所以未来 它会围绕在 资安 然后结合 运用在 伺服器相关的 那还有一个 就是我们讲的 伺服器本身的硬体 包含机壳 包含了 散热 那包含了 高效运算的晶片 这些都算是硬体 但是软体股 其实今天 你看到 有些股票已经在涨了 像这个 664的金层 其实 我也跟各位讲过了 这个持续大涨 那 整个题材都围绕在 伺服器相关的股票 所以这一档 比较AI伺服器 比较勤诚的 AI伺服器股票 这档股票来讲 是重中之重 尤其在量缩拉回的时候 你提早卡位 提早布局 当它上去 大涨 跳空上去 人家在追 那个就是别人的 机会成本了 好不好 有任何问题 欢迎跟我们联络 祝大家天天都有 涨停板 本公司与所推介 分析之个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视评估并自幅投资风险 审视评估并自幅投资风险